好,今次就講上一次還沒講完的事情 都是講關於negotiation skills 大家看到我的影片是盡量短的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香港人 其實大家都很忙,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都不想坐定定的在這裡聽一個人講整個小時會上課 所以我盡量都是NEC幾分鐘,不會是NEC一個小時 希望大家比較容易消化和有興趣去看完整段影片 好了,上一集講到什麼呢? 上一集講到如果對方講一句話 你要不要就算了,我們沒得談的了 人家講得那麼兇,那要怎樣? 有很多時候人家的態度,我們聽完之後火都來了 但我們會說,雖然我們做工程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做工程的人到火很猛的 尤其是去Site的時候 有時候面對一些事情,你沒有那麼多火 Site那件事是不會去的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坐到去談判桌的時候 或者在一個會議室的時候 我們要有的氣度 我們要有的氣度 還有要有那種態度 完全是另一個level 就不會那麼容易動火 其實我經常說,工作而已 不需要動真火 甚至假火也不需要動 尤其是在negotiation process的時候 那你說對方這樣說,我要怎樣做? 我們要做的就是我今天想說的一套Skills 這套Skills就叫做re-framing re-framing這套Skills其實是這麼多的Skills 只是在表述裡面其中一種 我今集就只是講這種 因為我講不完那麼多 什麼叫re-framing呢? re-framing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聽到一些很negative的句子 或者對自己很不利的句子的時候 譬如說,你要不要就算了 這些對自己很negative 和很不利的 我只有兩個option選擇 他鎖死了我 要是要,要是不要 不要的話 他就flatten我 他會walk away 這樣 我們要做的事 其實就是把整件事 就是去用我們自己的詞彙 和我們的表達能力 就把它re-phrase到 即所謂re-framing 其實是re-phrase re-phrase到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起碼是中性一點的 還有 起碼是對雙方都有利的 甚至乎是對自己有利的 一種狀態 這一種就叫做re-framing 那這種re-framing skills 其實在談判的情況裡面 是大派用場的 其實如果我不說的話 你留意一下身邊 其實每天很多人 其實都是在做差不多的事 有時候他們做了自己都不知道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做了那麼多年人 我們會發覺 原來這樣說話 或者將對方的說話 轉化成一些比較中性的說話 不單止自己會受樂一點 而自己聽到會舒服一點 甚至乎是會幫到對方 重返一個談判場 那整件事會去的 所以re-framing 只不過是一個很technical 或者一些很negotiation的terms 但其實大家很有可能 天天都在做的 那好吧 如果對方說 我就是搬了這個reference出來的 我老闆跟我說 沒得談了 我不想浪費時間 跟哥哥說 不要浪費時間 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 那我會怎樣說 那我之後會講的事情 我一輪嘴 不斷講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 真真正正 去到一個談判的process的時候 就不要一輪嘴這樣說 就是說 你說一句 然後看看對方怎樣反應 對方反應完之後 你就說第二句 所謂要有2-way communication 如果不然 你說完 一來沒有了合作性 二來 對方 好像我剛才一開始這樣說 不會有這樣的attention span 在這裡聽完你說話 你說那麼多 其實都是浪費氣的 只不過我現在拍片 因為我對面沒有一個人在 我現在對著鏡頭 對著跟自己說 所以 我就會一次過說出來 那就好讓我可以 illustrate 一些principle 這樣說 那say我會這樣說 那say對方那個叫Gabriel Gabriel 其實我都看見你拿了一些reference出來 我明白你這樣說 其實你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很concern 有一個很公平公正的reference 裡面的agreement terms 所以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reference point 去理定我們現在這一張合約的agreement terms 那是為何其實我都有跟你同樣的關心 我亦都很想是一個很fair的reference 就讓大家可以方便自己和自己公司解釋 就可以理定我們這次的agreement terms 至於你說不想浪費時間 其實我老闆也是這樣 老闆都跟我說不要跟Gabriel浪費時間 要不要就算了 其實大家都想快 但是你想想如果真的 我真的take你的offer 你那個take it or leave it 其實是一個offer 我會覺得如果我真的take你的offer 其實到頭來是不是大家都浪費了時間 我們現在出來三場水園來到這個會議室 一個很neutral的地方 去開會 又不是在我的office 去到一個第三的地方 第三方的地方去開會 山場水園 其實大家都是想說解決這件事 大家不做不做都用了這麼多時間 如果我們現在真的walk away的話 浪費的時間是不是更多 回到去其實老闆可能會跟我說 我叫你take it or leave it 不是真的叫你leave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都是想這樣 很likely大家都做了不少年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其實背後是想做什麼 所以我就會希望 我又找了一些reference出來 你又找了一些reference出來 既然大家都有同樣的concern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 不如這樣吧 把我們找到的agreement terms 放在桌面 我和你夾手夾腳 掃出來 做一張reference contract 用這個reference point 來定我們現在大家都同意的agreement terms 你又說好不好 就是這樣 我剛才說了一大堆事情 其實做了幾件事 第一 我就是做了referring的事情 第二 我就是做了reality testing的事情 第三 我都會說說 當你真的被人迫到長角的時候 你要解圍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要用大光燈 就是射他 所謂要expose他的tactics 那我逐樣逐樣說 referring 就叫做比較簡單 就是說 我聽見對方 就說了一句很negative的說話 就說 我找了一些reference出來 這個是最合理的了 你要不要就算 那我就要把它reframe到 就是 其實你所做的事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option 你說take it or leave it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option 而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你那個option 那 那that's why 我就找了其他的reference出來 我和你都有共同的目標 而我也都appreciate你的目標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大家 是基於這個共同目標 就是來頂一張reference contract 來agree our 我們現在的agreement terms 那這個就是reframe了 他所謂take it or leave it 是基於他所謂的objective criteria 的一種方法 那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說 就是大家都是人 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聽見對方說這些那麼厲害的說話 雖然我為一個專業人士 坐在會議室裡面 就不可以那麼容易動氣 不可以那麼容易動火 但是其實 說就容易 因為聽見這些說話很難聽 所以呢 有時候要說這些說話 就給自己聽 就好讓自己容易一點接受 如果不然呢 有時候自己沉著動氣 那第二呢 就是 除了幫自己沉著動氣之外 我們就要幫對方 都是重返這個problem solving的situation裡面 就不要有一個對抗性 你不斷不斷去remind對方 其實NEC 我現在說的 我們是trust and cooperation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沒有了一個trust and cooperation 的 所以我現在就bring up 一個option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面對這件事 我們都是其實在解決這件事 是不是 我們都是希望有一個交易 這個就是reframing的作用 這樣 你說reality testing是什麼 reality testing其實就是說 我會假設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之後 會有什麼的後果呢 他說take it or leave it 如果我真的take it or leave it 我不take了 我現在真的起床就走人 有什麼後果呢 通常呢 這些這樣的skills呢 就是會面對一些所謂虛張聲勢的情況 其實take it or leave it 你很清楚對方其實不是真的想你離開的 他只不過是 虛張聲勢 給你一個很強勢的姿態 叫做拋棄你 但是呢 要做的事就是reality test他 告訴他 其實這樣對雙方沒有好處 更甚至就是你put他在一個position 叫他想像一下 如果我真的leave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其實對大家都不好的 你甚至可以put it personal 就是放在他那個位置 就是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他回到去也很難跟老闆解釋 就是老闆說 我叫你take it or leave it 就是叫你leave 這樣 那很多時候呢 一個人的心理呢 聽見這些呢 尤其是你put他 into一個situation 令到他想像 picture到那件事是怎樣呢 他會容易些給你說服的 那第三件事 就叫做expose他的tactics 就是 他真的逼到你去場角 他說take it or leave it 那你要做的事呢 就是你要name他的tactics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現在明白你這個是take it or leave it 那你要說 這個是take it or leave it的offer 你加了一隻字 這個是一個offer 其實就是說 你說這句話其實都是一個offer 所有一個offer都是一個counteroffer 那現在這個就是我的counteroffer 我希望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去合作 如果不合作的話 其實對大家的situation都不好 大家都很難跟公司解釋 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所謂reframing skills 其實有很多的sup item 第一就是自己reframe本身 你要去重新去說 對方一句句子 好讓自己易接受 也好讓對方重返 談判出去和有一個合作的態度 第二就是你去做一個reality testing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不好的 那很多時候 對方如果說一些很negative的說話 其實如果真真正正真是發生 那個後果其實真的不好 對雙方都不好 你只不過 就是把他心裏面那一句都說出來 那他自然就會容易些給你去說服 自然就會是放下他自己的一些戒心 我們所謂lower the shield 就是我們有時候說一些的談判的技巧 叫做low 對方的shield 就是對對方那套規格 穿著那套規格 你要脫掉他 令到對方是容易跟你坐下來慢慢談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技巧reality testing 第三樣東西就是叫做expose他的 tactics 有很多時候就是 你要告訴對方知道 我知道你在玩什麼 而你在玩的東西其實我也可以玩的 就是如果你要說take your livet 其實我現在跟你做同一個事情 就是我都可以放上去桌面 就是這個就是我要有的東西 你要不要不要就算 但是你是不是想這樣 如果你不想這樣 我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提議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去解決這件事 而那個後果 你一樣可以reality task 就是那個後果這樣做出來 其實是對大家都好的 那這個呢 就是general來來說 面對一些比較hardcore的tactics 就像我剛才說過這些 take your livet 這些比較hardcore的tactics 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既然是這樣 現在13分鐘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我們說negotiation 有不同的skills 這些skills有不同的門牌 underNEC 我們要有的那套skills 其實就是合作性 背後的negotiationskills 其實他fought into一個category 叫做integrative negotiation skills 意思就是說 我們預見那個outcome 其實是要令到雙方都是work together 所謂integrative就是這個意思 好像兩家人是融為一體這樣 所謂同舟共濟 我想就不是說同舟共濟 那就是同舟共濟 大家出來的一個deal 大家是都work的 很容易這單工程是可以繼續去的 這個叫做integrative negotiation skills 我們是說背後大家的interest 希望是可以找到一個common goal 是一起去work towards這個goal 那第二套是什麼呢 第二套就是說 比如說這些take it or leave it 這些tactics 我們叫做bistributive negotiation 意思就是說 好像街市賣菜那樣的講價 我給多一塊錢 其實我自己少了一塊錢 或者芥餅仔 我拿多了大份一點 其實我就在你那裡搶回來的 這些所謂distributive 就是你多一點就等於我少了一點 就沒有說哪一套的skills是superior的 就好像少林權對紅權 你說哪一套好一點呢 沒有說哪一套好一點的 只不過是坐在這個negotiation table的時候 哪一個negotiator灑出來這套招式呢 是灑得出神入花一點 或者灑得好一點 那方呢 就會佔上風 那你說 我們NEC要trust and cooperation 我們只剩下那套招式就是integrative那套 我講合作性 那如果對方不斷耍這套distributive 就是不斷說我要搶你的東西 take your leave it 是這樣的 你要不要不要就算了 那怎麼辦 我用不需要轉來轉去 轉到好像對方那樣 那我們會說 所謂高手過招 就切勿自亂陣腳 我們呢 耍開少林就要相信少林那套拳 我們就不要亂轉 就是我不是說要不懂得變通 但是呢 有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無端端呢 整天改 整天改改到對方那套這樣 有些時候呢 就會自相矛盾的 會自己所謂拿石頭 打自己的腳就是這樣 除非 除非一個情況就是 你很肯定 對方其實怎樣勸都勸不聽的了 對方是真的跟你說 我跟你搶 我多一元 你要少一元 這樣 再加上你很肯定 自己都懂得玩他那套 而玩得好過他的 那你就到時候 是要轉你的tactics 你到時候就真的跟他搶了 但是說到尾 其實呢 在underNEC的環境 鬥搶呢 其實對雙方也都不好 也都不符合NEC這套spirit 所以rather than that 我會說 就不需要一步登天的 有時候我們呢 要死前兩膽 就是 你說一次別人不聽 你就說很多次 不斷不斷地 remind他 不斷不斷地去 reframe他所說的東西 就希望他回到一個problem solving的situation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runNEC 還有在工程上呢 我經常說很有趣的 工程的contract是一個特點 就是其實 天生呢 很多人覺得contractor 和employer 或者sup consultant 可能對立 其實不是的 在工程上呢 其實呢 那些工程合約呢 天生呢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做好那單contract 那所以其實他們是 本身就是一個common goal的 也都很少呢 是真的會 你不斷地 remind對方 要problem solving problem solving 對方是為了一口氣 和他爭很少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吵架 我們現在真的想做好那單工程 所以我會說 我們要是學好這一套 intra space 或者integrative negotiation skills 就不要那麼容易 而fall into the trap 就是和他們鬥牆 就是這個意思 那希望這些短片 是幫到大家 那我接下來呢 如果在工作上 突然想起有什麼 例子 或者有什麼 斥起我的根 我想說的話 我就可能會在YouTube那裡說 那樣 但是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可能就會繼續說 這個negotiation skills 因為我看到那個 viewing 那個distribution 很有趣的 就是 有某些的片 是特別多人看 而且看得長的 有某些的片 就是我講來 我發覺 原來大家其實是沒有興趣的 譬如說adjudication 那樣 就是我初頭 就想說多些adjudication 叫做promote一下 就是 於是發覺原來 原來大家沒有什麼興趣 那我不講那麼多adjudication 但是我一講到negotiation 或者講program acceptance 的時候呢 哇 就是 是特別受落 特別有興趣的 那我就會focus 對於這些題目的 希望大家喜歡 說漏了一點 我忘記說 我剛開始開場白的時候 就說 我這些片段 其實都是盡量短的 其實那個呢 是一個例子 來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 好像開始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那樣 那條片多長 那樣 其實那個是一個 example of reframing 我說 其實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不是那麼多時間 大家都是想 快樂趣 聽完一段片 那就讓大家很容易消化 還有呢 就有興趣繼續聽下去 這樣 其實我背後想說的呢 你想想 其實我就說 其實香港人很多 都沒有什麼耐性的 那個attention span 一般就是20分鐘 但是香港人可能減半 包括我自己 可能九分鐘而已 一半都沒有 這樣 但是聽上去很挖的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就把它 reframe了 就說 其實我也是想解決這件事 我也是想大家 就是 受樂一點 就有興趣聽下去 那加上大家都很忙 沒有什麼時間的 我也很明白的 這樣 那聽下去 是不是容易接受呢 那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 reframing skills 的重要性 那 生活上其實很多例子都可以 很多的機會都可以做到 也都很多例子是你可以去參考的 不一定是說要在談判桌那裡才去用的 那這些的 skills呢 其實真的每天是要去多練習 而自己的詞彙呢 是要訓練到 是要多元化 這樣呢 才是可以 reframe到一件事 那慢慢慢慢大家就會習慣了的了 就是 你聽見別人說完一句話之後呢 你可能會馬上可以很快地 去 reframe到別人的說話 這樣 多練習 這樣自然就會做到的了 結果